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公公要把我们以前的那个老厕所 把上面的这些 这个是树皮哦 那个山树皮啊 在这里挡椅子的 现在年代有点久了 会漏水 打算把它全部拆下来换瓦片 小小的花园 它里面开了一朵好漂亮的玫瑰花 原来这里是杂草 现在变成一块花园 小小的花园 花花,这花花严重缺水了,是不是,可能是土太少了,要把它们移走了,也太少了,洗掉一颗。 哇,这花花了,你要把它们看到。 呵呵呵 唉 唉 唉 哎 sprinklers 鸡筋 哎呦 不用 不用 啥都好痛哦 你只在尝尝呢 嘿嘿 嗯 那个 有伙优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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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容易 咖啱咖啱 啊 咖啱咖啱 寶貝 嘿嘿嘿嘿 这些瓦片是之前翻新 这些瓦留下来的老瓦片 但是有一些还是好的咯 就拿这些来盖厕所盆盆 我们家这个厕所一开始 我是让我公公不要再修了 因为我们家人现在也不多 已经有两个厕所了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把这个床修一下了 但是我公公跟我婆婆就说 在农村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厕所 那以后不就是没有肥料来施肥了 我们那么多菜地 到时候种了菜就没有农家肥了 后面就也把它翻新了一下 现在应该瓦片差不多快修好了 好像在我们农村基本上都会有 还有还会有这种厕所就是 可能如果从城市里来的人会上不方便 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 在现在我们这边还是蛮多 基本上有这种盖瓦片的房子都还有这种厕所 我想问一下就是朋友们就是你们家乡 就是你们家这老家还会 还会不会有这种厕所呢 大家如果从城里面来的上这种厕所 会不会不习惯 蹲毛坑 对对就像他说 蹲毛坑 这种厕所的厕所 你看 今天搞了一天 我功能跟三个两个搞定的 煮饭啦 今天做点什么 给你们补身体 你们今天消耗了很多体力 做 红薯叶 排骨 就排骨给你们啊 搞个排骨汤了 原汁原味的烤骨汤 嗯 红薯叶不够搞点吗 红薯叶也可以 我去摘啊 摘了红薯叶给你们吃 你看这个车子 坐垫拿来的 是这个颜值 瞬间提升了一个档次 嗯 这个是他的碗 可餐员的碗 饭碗 哈哈 汤汤放在这里 回去摘红薯叶了啊 这个黄瓜洗尖了啊 让那个嫩嫩的 后面那个嫩嫩的 让它嫩嫩的 这个啊 嗯 我没合进了 这边有多大 这边有多大 哪里 这边上面 你 打哪里 什么你 能够定吗 够定了 安定了 能够定了 哦 这个太大了 那边有多大 你把这边撞下了 昨天啊 前天啊 前天啊 那里有多大 有多大 嗯 前天啊 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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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掉了一个 可以啊 有 这边有多大 好吃 吃鸡豆的 可能我吃了 讲豆酒也没了 无缘又没了 这不能够 这么少啊 嗯 讲豆酒就要了 要不能够这么少啊 可以啊 嗯 嗯,其实这个最好吃,这么小的最好吃 那种老的也没那么浓 这个味道好香浓,好浓郁 你看这红薯,刚刚割了有三天 又有些,又长那么多 又可以长? 嗯 其实这梗子也可以吃 这梗子拿来炒肉很好吃 我不是啊,那梗跟叶子全部一起炒吗 这种老梗啊 是啊,你们没看我那天都是那一炒啊 太长了这个啊 是啊 这种老梗要把这皮剥掉 我也不剥啊 要剥掉,剥掉之后炒肉很好吃 嗯,我那次炒两皮都不剥,你们不也吃啊 你拿那么长,你拿那么老的吗 嗯,是啊 嗯,隔掉长得好嫩嫩的出来 嗯 上次我家进城他们都说我太懒了,一大堆乱放 嗯 都不整理 这个不是排骨 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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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骨 哦,童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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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大锅炒菜习惯了 这个锅子感觉好小 炒菜习惯了 把那个菜就炒到外面了 进入空洋菜乡 嗯 滑辣了 因为精神很好 倒睡觉了一点精神就没有 又得先拿了 又得先拿 又得先拿 阿爹又搭了 加了滑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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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说好酸哦 好酸哦